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性来讲非常的强 仿佛他一个人已经一个打十个不知道打到几个人那种感觉 这个和封面来讲故事性非常之好 那印刷一样非常精美 这个算是蛮比人物卡来讲我觉得漫画书要更有收藏性 再来是一个贝卡的部分 贝卡的部分我就是拿来对比一下 这个官图跟实物来讲的话 基本上色差还是比较大 OK 然后这个最后是讲一下 这里 他这个人物的一个侧边这个人物卡这一带 其实如果你习惯了 其实可以把它单纯的把它给剪下来 做一个小卡做一个收藏 看你个人那个偏好 好吧我们来看到玩具本体 这一次轰天雷本体我是还失望比期望大很多 没想到做的这么样的一个真的是让我有点失望 可能期望太高了 首先呢人物的一个环丝一圈的话感觉还行 但是呢你光是跟上一个介绍的这个swindow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明明是坦克车啊 一整个不够霸气 我觉得人物做的太过小 就是小不是说他体型变小 虽然说他的身高好像比这个swindow要稍微矮一点 然后身体的横幅也稍微的有一点 你看他身体这么宽 但他只有这么窄而已 整个来讲的话就气势上要弱很多 再来是他本身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 我是真的觉得手也太短 就是霸气的一个程度 完全就是没有做出来 就变成是很普通的一个 就变成是普通尺寸的狂派而已 没有那个大坦克那种重装战斗员的感觉 基本上没有做出来 然后这个顺便提一下 这个上一期这个swindow这个角是有接地的 这个上一期不知道为什么脑袋没转清楚 没有讲到这一点 好那么呢 我们讲一下这一期重点是这个 唐克轰天雷 他的话呢 这个肩部的话呢 可以上下做一个调整 但是你往上调的时候呢 虽然这个肩部有加高 但是这个手呢 就感觉会变得更短 你把它放下来的话呢 则是比例会比较正常 但是呢又好像 手比例变正常 可是这个肩膀又感觉太过低 你放平嘛 就是感觉又间距又稍微有点宽 稍微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空洞出的话 这里面也也勉强算是一个空洞吧 以及这个大腿内侧就不用说了 后面这个地方 人物的话 其实我觉得最弱的地方有两个 第一个他的一个腰的一个造型 非常的奇怪 这样看没有问题 这样看手挡住也没关系 背后一个炮塔搭背包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如果从侧边来看的话呢 他这个腰是这个样子 他的腰是这个样子 他是一个 简单的说呢 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 腰部的一个造型 就这样很薄的一个造型 具体来讲他是这个样子 这个炮塔的话呢 我们先把它翻开 他这个腰部是这样子 这样 他呢扣的地方是这样子扣 上面的话 这个 这个应该是卡其色的这个地方 他是有个倒勾往上勾的 那我们把它翻下来的时候 他从上这样勾下来 是勾进这个黑色的这个凹槽勾进去 然后呢 这里后面这边呢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有个凸 紧接上面就是一个洞 就这样扣上去 这样扣进去 基本上这样扣住之后呢 他的腰呢是不会松脱的 基本上是已经扣住了 当然你一碰还是会开 但是本身你平常这样甩 他是不会松脱的 算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松紧度 非常微妙 大学快毕业了吧 然后呢 这个腰部呢 也可以做一个转动 可是呢就是他的一个 难看的一个点 是在于说 就是这样子 很薄 不像是一个可以承受住 强力打击的这种肌线的感觉 就可能一个敌方一个炮灯打过来 你可能可能胸部没有快 那是腰折断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无力脆弱 而且感觉 急不出强拳的那种感觉 这个腰身 那我觉得颇无眼 这个是一个 不是很满意的一个地方 再来是一个脚啊 脚后跟的话实在是太太短小了 尽管脚的话呢 他有一个很左右的一个接地性 非常的宽 非常的大 没有问题 但是呢就是往后倒的情况 比较容易发生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这个变形的时候呢 变形成这个 合体之后的一个 腿部的一个造型的时候呢 有一个往后面翻的这个变形机构 所以你脚的话 你可以稍微给他拉高 拉长一点点 感觉到他人物身高有变大 这个你是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 但是我觉得人物不够霸气 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这个后面这个 枪变成炮塔 这个枪的造型就很阳春 就完全是一个 几乎没有什么很多余的刻画 也没有涂装 再来是他这个地方啊 他这里面 各位看到这里面 他是有一个做出一个凸的 这个凸呢 感觉是要扣这个黑色的洞 那些你不需要特别去对 因为你看到没有 他里面是有一个有一个洞口的 那这里这个枪脱了这个地方 你稍微对准一下 就这样稍微推一下 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会掉了 所以不用特别去扣 你看这个地方稍微推一下 他还是会开 那腿部的一个可动性来讲的话呢 算是普通 这里呢 有一个地方灰色的这个部件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把它推开 这里 推出来 这样推出来 可以看到他里面是有一个 两个灰色部件 两个灰色部件中间有一个缺口 就是要卡这一块 这块部件这样子 把它给 咬合 咬进去 它是腿部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固定方法 这样呢 膝盖基本上是不会软 那人形的话吧 大概就是腰部的一个造型 让我觉得蛮无言的 再来就是人物容易往后倒 甚至他比较大一个 设计 单就设计上的一个小毛病吧 那我个人抱怨的外观就是你做的 太不够 不够霸气 我只能这么说 脸的话就普通 头雕算普通吧 涂装来讲的话 这个头的金属算是比较好 还有这个地方 裆部这里 涂得很好 但是这个大水素的塑胶灰呢 就非常的 嗯 不怎么样 那人物的一个 人形下的一个细节 呈现度也都非常的好 其实这一次 Command War这个 喝力战争这几个人物来讲的话 其实 如果你有 有想要对玩具做旧化 或战损涂装的话 其实这一个套组 混天炮这个套组的话 是非常合适 作为你一个初次对比你 刚做涂装的一个 入手的一个系列 我们来示范一下 轰震雷的变形 首先呢 第一个呢 把头往后面推 头不要转180度 不要转 直接往后推 等一下再跟各位说 为什么头不要转180度 然后手的话呢 是这样子 这个很简单 从这个地方推过去 这里做一个结合 好 一样 再来呢 我们讲一下好了 这个合力战争系列 这个胸口的一个造型呢 其他的一个 不管是哪一个 他的一个胸口都这样子 直接是一个结合的一个 大合体时候结合部件 是卡在胸口这边 但是这个烘天脸它是不一样 它的一个造型等于是 等于是把其他人是这样直的 它是这种横的 是不一样的 这唯一不同的一个点 好 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腰部呢 旋转180度 从这个地方 转180度之后呢 把这一片的往上面推 推开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把黑色上面 黑色的部件呢 往上面折 直接折90度 那直接折上去的时候呢 我跟各位提一下 这个地方是有个凸的 这边有个凸 它这个凸呢 刚好呢 可以扣进烘天蕾的这个 头后面 刚好有一个凹洞 就刚好有一个凹 所以我说 刚刚头不要转一秒80度 就这样子 直接这样 整个的扣进去 你看看 这整片是 完全是贴合贴上去 其实那个凸跟凹呢 它没有完全扣 没有扣紧 但它应该是都放进去而已 这是一个 它就是反正 它就是有这么样一个 这么巧合的一个设计 一个机关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脚的话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收纳 这个跟之前的那个SWINO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地方 把它松开之后呢 松开之后呢 往前面 从个角度给各位看 这样子 这样子把它给 这个手的话 我们先把它给放开 我建议是先收脚 还有这块部件 这块部件 这个容易掉 这里 它是没有打锚钉的 这样子 再把它扣回去就行了 基本上还蛮容易掉的 变了几次 没掉 终于又掉了一次 这样子扣进去 这个地方后面 扣上 然后这里把它解开之后 往上面把它给扣进去 两脚呢 做一个合并 合并之后呢 合并之后呢 先不要急得把它直接推平 稍微往下放一点 没关系 先往下放一点 我们先把手给放好 这里呢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是有个关节可以上下 上下 我们把它往下面推 推到底之后呢 从这个地方扣进来 这里也是一样 往下面扣到底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我刚提的 先不要先不要把它打成一条平线 这样子从后面过来 再这样子把它扣进去 这样子密合来讲 会比较容易 其他的变形来讲呢 这个手跟脚的这个合并收纳呢 其实并不流畅 如果你不是照我刚刚这样变的话 其实脚的话 因为它这个脚呢 是要大开大合的一个收方 可是你这个手的话呢 一旦如果手先收好的话呢 脚要合并呢 就会有很大一个局限性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脚在后面变好之后 斜个角度在下面变脚 变好之后再移上再推进去 可能会比较OK 轰天雷的坦克形态呢 第一个它的滚动呢 是靠下面四个轮子的 我觉得滚动性算是普通 没有特别的好 我觉得好像滚起来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爽快 那最关键的炮塔呢 是左右不能转动了 这一点是非常致命啊 扣分扣很大了 但是它是可以往上面抬 往上抬 到底不是抬这边 抬这边的话基本上是会有点奇怪 有点穿帮啊 它是直接整个炮塔 这样往上面移一下 这个地方 它是这里有个关节 各位可以看到 但这样移过来之后 你会看到轰天雷的脸就在里面 那我刚刚也提了 它因为它背后脑袋有一个空洞啊 所以这个头的话基本上是不转下去比较好 那就这样抬起来你就会 就会有个狂派的脸在里头 那细节的呈现度来说的话 就是军武风格来讲非常强烈 细节的呈现都非常的漂亮 还是那句话吧 如果你个人的对这个玩具呢 你有想要把它做一个战损 旧化方面的涂装的话 这个会是非常好的一个入门吧 而且毕竟是一个军事合体啊 身上有一些刮痕啊 涂坏了 基本上修饰一下都还是可以啊 后面有这个 这是车尾灯吧 有像车尾灯那个造型 真的细节做的不错 然后铝带里头有两个轮子是坏掉的 这里两个是有缺口的 缺了牙一样 其实是因为它要打那个 其他的那个钉子还是什么 反正这两个地方轮子是不完整的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那铝带当然是无法滚动 这个洞的话是机器人形态下的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吧 然后其他来说的话 坦克就是炮塔不能转了 这是最要命的 其他的话倒是都还算OK 这个机器人的隐藏部位 各位可以看到 几乎是100%的把机器人的部位 通通都包起来了 做的还是OK吧 那这个炮塔的话 这个是原本这个枪 此时也是算是外挂武器 但是就直接变成是炮塔一部分 这当然是算有加分到了 那其他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也知道它是合体的时候 会有必要使用到的这个东西 就怎么挂都不对 光是这个颜色这个使用就是错误的了 再来我们跟直接跟各位示范一下 它如果你要变形成这个 军事合体混添炮的一个腿的话 因为内定的官方内定 它是变成腿 就这样移上来 然后呢下面这两片呢 先松开 松开 当然这两片还是扣在一起 你直接把它给从这个地方 移上来之后 这样子扣扣住 这边这两个洞呢 就不要管它 这边会有一个新的洞口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再扣上去 OK 这样子的话呢 就 我们再把镜头给拉高吧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变形成这个腿 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 就只是把这一片翻上来 那我们也来讲一下这个变形成手的话 如果你要变成手的话 其实也是 基本上也是 就是多了一个关节吧 就是你要把这个 原本这个机械那个角的部分 你要先把它给 再给拉出来 然后拉出来之后呢 这个肩肩肩部这个地方 先把它给松开 不小心又把它扯开了 这个地方容易掉 松开之后呢 是为了要方便你这个地方 有一个等于是二头肌这个部位 是可以转动的 再来把这个原本推到后面去 这个部件呢 再次的拉回来 然后两脚再做一个合并 做一个合并 好 这样子呢 就是变成一个手的一个造型 这个地方 勾上去 勾上去之后 这个 为了要二头肌可以转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会把它调松 这样可以转动 然后这个二头肌可以转 然后轴呢 也这样多了一个可以转动的关节 最后就是把这个机器的那个手臂呢 给装上去 这个 当然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好的 这个你要放左手右手是看个人片 你这边呢 你如果拇指转这边 它就是这个右手 你都把它转过来这里 转过来这边 然后再调这样 诶 这个拇指换过来之后 它就变成了这个 左手了 然后反正扣 一样是扣这个地方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难度 那总体来讲的话呢 这个 轰天雷的话 我对它的机器人的一个霸气度的一个 吝啬 我只能说 官方里吝啬给它一个霸气的外表 蛮可惜的 不然其实 坦克型的就是炮塔不能转移蛮可惜 变形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 可能还不如上一集的这个swindow吧 我就是一整个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哇 这一集的这个轰天雷啊 就是可能也是我期望 太高吧 我一整个拿到之后是失望的感觉是比较大 反倒是这个swindow的话 会给我的一个惊喜程度来讲会比较高 那这个 还是要讲一下这个细节呈现度来讲都很漂亮 蛮推荐的 就是说你要给它做一个 变形镜像涂装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 初次来做体验的一个 一个不错的一个 模具吧 好吧 那就每天跟各位分享一点点 分享一点点 那应该再过几次就可以把这个混天报给录完了 那就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